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各位现在有个投资朋友大家好 欢迎收看表谷新田地 那么虽然今天的一个台北股市呈 呈现的一个量缩震荡走跌的一个格局 那中场的一个缩板指数加剧是下跌了 一个40点作收 并跌破了5日跟10日均线的一个位置区 那么看到这样的一个现象 我想很多的一个投资朋友可能会很关心 哎台股来到这个地方 哎到底会不会怎么样 再度的一个反转下煞 再度的一个人奔跌下去呢 哎呀我想各位可能真的想太多了 那么对于近期的一个台股 为什么来到一万一千点的一个观考户信 在这个地方又会再度的一个这样埋盘售 其实道理很简单 我就跟大家说过 最近的台股就是面临两大的一个变数的一个挑战 那第一个就是中美的一个贸易战的一个分众威胁 那中国跟美国之间 我还持续打得非常的一个火热 那双方都还没有要妥协的一个这样的一个 的一个迹象 再加上的一个美国联准会的一个升级的一个 运气先例 那这些在在都还是会三不五十 冲击影响到的一个市场上投资者的一个信心 以及追加买去的一个意愿 那虽然是这样子 但是我倒是可以告诉大家 其实大家也并不需要太过担心 第一个你想想看 中美之间的一个这样的一个贸易战 会不会演变到不可收拾的一个局面 很显然并不会 除非你认为说 可能到时候会演变成不可收拾的局面 那没话讲 但是如果你认为不会的话 那我告诉你 指数就算有拉回来的话 我告诉你都是你的机会 为什么我这么说 那第二个你可以看到 那么现在的一个大陆 今天的一个大陆的一个股市 哇在经过一阵的一个下沙破底之后 今天也出现的一个这样 的一个枪谈的一个这样 的一个拉抬的一个上涨的一个走势 然后再加上的一个什么 再加上你可以看到今天盘面上 在过去啊 一直被打落水口的这些的一个被动元件啊 包括国具的华星科啊以及信仓电啊 甚至细菌原族群的一个台声割跟环球精啊 你可以看到过去这些的一个缺货涨价体财股啊 在今天也都怎么样全面的一个升龙火虎的一个大涨上来 那况且9月份到每年的第四季 你不要忘记了 电子传统产业的一个旺季来临 那么到时候随着一个整个的景气又渴望回温向上 这样的一个加值时下 所以相信后市的行情其实并不需要看得太过悲观 那么预计啊在8月份的一个整体的行情还是会维持在一个上上下下 上有压下有撑 来回的一个这样做震荡的一个几率居多 那么下档连线这大约是在10750点附近就具有强力的资深 那么上档啊大约是在11200点的一个附近 就在这个相信啊来回的一个这样来回的一个做震荡 那震荡的一个这样震荡的一个整理到尾声之后 那么后在第四季台股又必将还有一波的一个这样 大涨行情的一个表现的一个空间可期 但是在来回的一个震荡的一个过程当中 到底要怎么样来选怎么样来跳 我想这个才是最重要的 那当然在震荡的一个过程当中 你可以想到会震荡当然这个跟外资有关嘛 所以全市股相对之下在这个地方可能会比较受到压抑 但是反观你可以看到OTC的贵买指数又开始怎样 开始升龙佛虎起来 所以在这个地方挑股的一个原则很简单 首先我们要掌握的就是第一个最好最棒 什么是最好最棒 就是在产业面具有爆发成长的一个这样的一个潜力 然后在业绩上具有爆发成长向上 这样的一个好股票 比如说我们以被动元件族群的一个国具来说 你可以看到这档的一个股票 我问你它是不是一档好股票 我们先不论股价 先不论股价的一个涨跌 我知道过去有很多人 国具看到国具的大涨套在一千二一千三 几乎比比皆是 很多的一个投资朋友有时候看到他们的一个持股 真的老师也都怎么样也都摇头了 一千二一千三的一个国具可以去追吗 我过去我就一再告诉大家 我说国具为什么我们在五月二十三号 大涨来到一千零五十五块的时候 我们要全速停利或获利出场 我相信你现在你总应该知道老师的一个用心了吧 如果说你当时候你最大一千二一千三 你看现在一路的一个这样一路的跌下来 跌到上礼拜我来到683为止 你等于是股价怎么样 直接腰斩下去啊 你的资产马上腰斩下去啊 情何以堪啊 一百万你腰斩剩下五十万 五十万要再赚回一百万 你当然要用什么双倍的一个力气啊 那如果说你今天你是我的一个会员 我的一个标股信念定案的一个群组的好朋友 我相信国具当时候在高涨的一个时候 我相信你应该不会去追 因为我事先都告诉过大家 我说像这样的一个股票啊 短线上啊 筹码紊乱啊 短线上将有下沙拉回的一个这样的一个压力啊 那么现在沙回来了 上礼拜五的时候啊 来到了一个683块啊 那么来到这个地方啊 为什么啊 老师觉得是一个非常棒的一个好机会啊 那第一个我们可以看到他的业绩面的一个表现 真的是没有话讲啊 那过去为什么来到一千二一千三 他涨不上去啊 因为市场上对于他的一个未来的业绩 的一个续航力的一个爆发力 存有疑虑嘛 啊第二个就是他的一个前期的一个这样的一个事故 也造成心理上很大的一个压力 但是事实上我们可以看到他脚出来一张的一个非常亮眼的一个成绩单 哦那么前五月就已经大赚了将近三个股本 六月七月哦 那预估都可望超过一个股本 好单月哦单月哦 那么另外在被动元件的一个涨价的一个题材 哦持续延长并都还没有怎么样还没有结束哦 啊 啊 日商 混粒的一个让 啊 的一个再度的一个调整价格 那从八月一号生效少部分从九月一号 啊 平均调涨的一个弧度是达到多少 达到三成哈 那么预计第四季的台系的一个MLCC的一个这样的一个价格 那订单出货比是将近三倍不得了哦 也就是说我现在的一个订单 手组上的订单超过我即将要出货的一个产能 超过将近三倍 然后等于是我供不应求嘛 我供不应求 所以明天的一个下午的一个华说会 那么陈泰民如果能够对市场这些的一个这样的一个一些疑问 能够足以做个解析的话将渴望为整个的一个买盘 添加一个非常大的一个这样稳固的一个信心 那整个被动运进为什么他的一个产业景气持续的一个看好 我相信这一点大家应该都很清楚 但是重点要在哪边买 这才是重点啊 哦你可以看到啊 在上礼拜五的时候一度探683块的时候 我问你在这个位置谁敢买 很多人从高档一路的一个套下来 一路的一个套下来啊 很多的一个专家带你去追高一路的套下来 一路套下来啊 纵使有一天真的大厂上来了 哦他赌对了 哦但是你如果买在一千二一千三的话 那么你现在的心情也只是在等解套而已啊 但是你可以看到反共我们就不一样啊 我们高档开心货利换口袋之后 然后拉回来礼拜五的一个时候 哦我相信我在那边的上我都事先讲在前面 我问你市场上谁敢 谁敢告诉你这里是一个非常棒的一个好机会 哦我相信我敢啊 8月3号上礼拜五的讯息带会员朋友买啊 买的一个讯息啊 哦我说683就是一个这样 绝佳的一个这样绝佳的一个机会 哦在这个地方可以怎么样 啊市价买进来建立一个基本的一个持过 哦你可以看到 从上礼拜五哦 然后今天大涨上来 今天大涨多少就赚多少 哦你可以看到上礼拜五买是不是买的很漂亮 哦相信大家都有目共睹啊 哦啊如果说你买在买在高档上 那个心情哦 说真的会差很多 哦包括得一个这样华欣克也是一样 哦你可以看到上礼拜五的一个时候 我在那边的上我也告诉大家 我说这种股票都可以注意啊 哦因为他下次要过后他就算要跌他也要怎么样 也要先做反弹嘛哦毕竟他的一个业绩是这么好 哦业绩这么好 哦如果说像这种股票他都不不涨的话 那我告诉你台北股市真的是 没有股票可以玩啊 哦特别是在这个时间点 哦在这个时间点他经过修正之后 当然他机会弧现当然就一定要怎么样 一定要做想一看 啊果然今天的华欣克亮的掌听吧 我在那边的上我都事先讲在前面 我常说唯有领先才是最好的一个投资 哦市场上谁敢在上礼拜五的一个时候 带着他们的一个会员朋友去买 我相信市场上没有没有几个专家 敢这么做为什么不敢 哦大部分就是怎样 看没嘛 要不然就是从高档一路套套套套套套下来 真正群家买点来弧现的时候反而不敢买嘛 是不是很多的一个专家都是这样 但是你可以看到我们的一个操作就是跟其他的一个 专家不一样 哦而且老师都是事先讲在前面让你来做印证啊 包括矽晶圆的一个族群啊 的一个环球金跟台胜科也是一样啊 你可以看到当时候有多少的专家 哇看到长生来了的时候 五百多六百多叫你去追追追追追追 追到后面的时候杀下来 你是不是要面临停损的命运 但是你可以看到我们在高档我们开心获利出 我也告诉你 开心获利出之后 你可以看到在上礼拜五的时候 上礼拜五下杀来到454 可不可以吗 证据理由会说话 我在这个地方我都写的很清楚啊 你可以看到从上礼拜五的一个时候 然后如果说你懂得做把握的话 到今天的一个这样 到昨天的一个上涨 今天的一个大涨上来 你看这样一涨上来 起码都赚30几块40几块 光是这样一眨眼的一个时间呢 一张如果说我们买的成本 到今天505 4007到今天505 差不多35块 一张35块 三万块 10兆就多少 35万啊 这就是我们带会员朋友的一个这样 这一个操作的一个方式啊 这才叫做操作 这才叫做操作 包括台生科也是一样 你可以看到我们过去 我们带会员朋友大转两趟 第一趟从117到181 你看价差打到多少 超过5成 拉回来的时候 我说第二趟的时候 128到130 125到129 仍然可以怎么样 趁着急杀 难得机会 再把它买回来 大涨上来160 我会告诉你见好就说 你可以看到这样一趟的一架杀 又达到多少 达到25% 相信我们过去 我们这个操作 大家都有目共睹 你可以看到啊 高档开心霍裂换狗呆之后 拉回来 你看为什么昨天呢 昨天可不可以买 很多人啊 很多人啊 真正买点来的时候 管都不敢买 当然今天大涨上来 很多人又会跟你讲 很多的一个 一遍的一个大道理 跟你讲很多的一个理由 但是有用吗 涨上来的时候 还跟你讲一大堆的一个理由 但是等一下来的时候 为什么不敢买 但是你可以看到 我们又买在别人 不敢买的一个地点上 你看我们买的多漂亮啊 争取理由都在这个地方啊 所以你今天你要跟谁 你要跟的是一个市场上 真正的一个赢家吗 跟的是一个市场上真正的 一个先知先觉者的 的一个赢家吗 谁是市场上的一个赢家 我相信大家的一个眼睛 都是雪亮的 你可以看到 昨天一山乐 开始建立基本之国 今天马上怎么样 马上大涨上来 第三趟 第三趟 你可以看到每一个转折点 你可以看到我们的一个掌握 就是这么这么的一个漂亮 所以如果说你在这一段的一个时间里面 你所跟非人 你跟错了一个专家 买错了一个股票 你还没有能够赚造型的一个投资朋友 你怎么办呢 来标股新天地的一个大家族 你一定要赶快加入 你千万不要 跟自己的一个荷包过不去 各位亲爱的投资朋友 你想想看 在过去这一段的一个时间以来 我们这一路以来 我们跟大家所分享的股票 我们代会员朋友所操作的一个股票 不论是齐天大胜的一个洪湖齐天 你看 这样一段 从低档 开始建构基本持股 这样一段大涨上来 少说也都快两成 包括的一个这样 包括的一个泰顶KY 也是一样 你可以看到 也都是领先市场跟大家做分享 二十五块半 大涨上来 这样都已经超过多少 价差都超过三成 擅自成腿也是一样 低档买 重使高档做震荡 你也不用怕 对不 你可以看到 这样一趟上来 价差都已经怎么样 都已经达到三成了 这都是老师 这一路以来 领先市场跟大家所分享的股票 党党股票都讲在一起 甚至包含的一个长生羊半 更是我们的一个经典制作之一 你可以看到 从上市第一天开始进行锁定 低竞高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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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趟 三趟累积的一个价差超过六成 我相信你都看在眼里 老师也都把讯息 直接摊在阳光下 直接跟你做分享 我相信市场上 几乎 不要说几乎 根本没有任何一个专家敢这样做 有哪一个专家敢这样做 很多的一个专家都是看到大涨上来的时候 才会告诉你说 哇这档股票很好 看到大涨下来的时候才告诉你 哇这档股票有什么利空有什么利空 很多的专家是不是都是在那边事后放炮 事后放炮对你有帮助吗 对你绝对没有任何的一个帮助吗 你要的是什么 你要的是要能够领先吗 因为唯有领先才是怎样 最好的一个投资吗 包括巨田也是一样吗 哦这样一趟价差 开心获利换口袋也都超过多少 也都超过两成吗 甚至乔山 乔山 哦你可以看到乔山今天还翻红上来 哦你可以看到乔山 哦我们买的多漂亮 哦老师都是领先市场跟你做分享 而且不请领先市场跟你说分享 老师甚至把这一档的一个乔山老师也送给你哦 哦八八节的一个礼物嘛 上上礼拜五 哦老师请你线上直接登记 有登记这好几百人 我相信你今天你很幸福啊 哦你可以看到老师跟你分享股票 给你的股票并不多 但是为什么呢 我们的一个股票能够表现的一个这么的一个强劲 我相信证据旅游会说话嘛 都在这个地方嘛 这就是我们给我们会员朋友的一个讯息嘛 哦是不是就是买在这个低点上 而且一出手就是怎样 看好股票就是买三成 买三成就是怎样 啊不啊不得一个这样大涨上来 哦快将近 将近三成 快将近三成 哦所以各位现在的一个投资朋友啊 哦如果说在过去这一段的一个时间里面 你还没能够赚到钱的话 如果说你不喜欢乱七八糟的一个股票 喜欢有本质有未来的好股票 喜欢民门正派有较有量的一个好股票 想要实实在在 能够确实赚到钱的投资朋友 来表股新链定的Nine End 你要赶快卡路 哦真的是要赶快 哦你今天 你跟错专家 会差很多哦 哦你可以看到 哦老师给你的股票 党党股票是是让你踏他去修网球 哦如果说你在这个地方 你不晓得怎么掌握的话 哦那么相信标股新链定 将会是你最好依靠 And GLD小姐99 And GLD小姐99 哦你把这个加入进去 哦那么老师也为 给大家最为及时的一个这样 哦标股资讯 哦那五位目的就是希望能够帮助大家 哦那你我老师也相信你验证到了 你得到见证了 哦那我我也相信你会非常乐意 哦跟上我的一个脚步 哦那如果说你不晓得怎么做加入的话 或者是有任何持股的问题 你就直接拨打这个电话 拨打这个电话进来 哦23219933 拨打这个电话进来 哦你就跟我们的一个助理说 哦那么我有一天 这些问题 哦我想请教一下陈老师 哦那你把你的持股各方面 你都把它写清楚 或者是说哎你不晓得怎么加入 哦你也可以透过电话 直接跟我们的一个 哦线上理专人员 来做一个洽选的工作 哦最后祝大家 哦天天开心赚大钱 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会咯 拜拜 本节目资料仅供参考 投资人应独立判断 神神评估并自负投资风险 我们下期再见